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seated 大家,是彼共深爱香港这国家 香港这国家 香港要落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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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要落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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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要落格!香港要落格!香港要落格! 喂喂!Hello Hello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2日 就是已經有網民努力地把這個的士 就是他放蛇時你放蛇啊! 是不是? 的維帕黑點全部列舉出來 就包括 三勝邨巴士總站 團門兆康站北的的士站 近登署AJ1395 長沙環保安道 荃灣海桂路 界限街近登署 北角七姊妹道 等等 那些不同的位置 這些都是那些的士很喜歡為例泊車的地方 原因啊! 就因為最近啊! 有這個的士人呢! 就走上去放蛇這個Uber 走上去別人Uber車那裡 欺負別人非法節載的說的 那其實Uber車這件事呢! 以前啊! 香港政府自己招商引之引入的 那時候是Innovation創意產業之一嘛! 情況就好像王維基那樣啦! 嘩! 大哥! 走進來的時候 跟著為了 顧存這個龍潭為豬女士的顏面 即是他的的士牌是這麼倒閉的嘛! 是不是? 那走過去啊! 用行政的力量 鉗制這個Uber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Uber好就好在什麼啊! 你一開始已經知道多少錢的了嘛! 定好了個行程 啊! 他就跟這個GPS那樣走 我都不明白的! 今時今日! 啊! 已經有Google Map各樣的啦! 他會有了那些導航啊! 也都很清晰! 我都使用過! 這樣的時候都還可以兜腦? 再加上令很多市民一吐氣的就是平時呢! 那些的士人呢! 啊! 見到你一丟二丟啊! 又或者可能會有一些行動不便諸如此類的時候 又甚至乎多人一些啊! 說一聲就車走了的啦! 當看不到你啦! 蓋旗啊! 什麼呀! 所以如果說非法的話啊! 啊! 你都應該呀! 撿他的那些拒載先啦! 那事實上Uber是有個優勢啊! 第一! 啊! 你有不同的車款 就不用來來去去都是那些紅的綠的啊! 第二! 上網叫就行了啦! 啊! 給錢多麼方便! 不用找來找去! 王子華話頭! 喂! 要的士佬炒錢! 心理戰來的啊! 明明不是那個地方的啦! 但是找不找錢好呢? 啊! 接著一直不賣不賣! 啊! 走完那程先! 結果啦! 你走回頭的時候要成幾公里啊! 就因為不知找不找錢! 而當時沒有炭用那集啦! 洞督笑那集啊! 劉德華都是用的士佬講的啊! 就是講緊啊! 當的士佬服務質素變好的時候 就代表山窮水盡啊! 因為的士佬有些叫的哥啦! 當他們服務態度優良 就即是石堅認錯! 石堅什麼時候認錯啊? 山窮水盡! 啊! 走投無路! 多謝! 好聲閒! 拿錢給你! 就即是沒有生意啊! 那其實 的士的生意呢 就必然是 差了很多的! 因為 肯坐的士那些 包括那些外資銀行啦! 沒有的! 你正眼孔不處理啊! 那些惡意流標 惡意倒閉 惡意不保地價 惡意裁員 惡意放假 惡意唱衰香港經濟 啊! 完全不抓人封艇的啊! 於是香港的經濟 就沉下去太平洋海底咯! 那結果啦! 你真是 先都不先下! 啊! 行個條街鬼影蹤蹤的 哪有人截的士啊! 都真是有人截的士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個碰瓷的 即是韶音啊! 在地下錄 哎呀!哎呀!哎呀! 你撞到我這樣! 而事實上 市民對於的士行業啊! 就早有怨言啦! 原因啦! 有幾單都是炮彈飛車 啊! 全部都是那些 八十幾歲的 啊! 老將年魄在這裏開車 眼又蒙 耳又龍 聽又聽不到響安 看又看不到前路的 那結果啦! 這個的士放射啊! 啊! 不用交奸嗎? 這傢伙 在這裏抓那些Uber司機 是令到網民非常憤怒喔! 起勢報復! 那看一下他的那些 維拍啊! 許載啊! 各樣全部 有犯交通條例的! 都拍了照! 啊! 上報啦! 更何況啦! 你即是怎樣? 走過去說 這個警方就不處理Uber了喔! 自己代替警方執法這麽大支東西啊! 哈! 是不是那些阿sir做事 不用你教 那好啊! 啊! 例如可伯可太那件事 今時今日都未將這個 銀行職員和小女兒拘捕 啊! 他們犯了刑事的喔! 串謀詐騙金錢! 那你又知道 香港的警察 又不做事 又不讀書啊! 很明顯 啊! 就是落這個餅強面啦! Anyway! 周國強啊! 就是的總那條人啦! 就在這裏講到 不贊成的士司機放蛇的 那你好好困住那班傢伙啊! 懲罰他們啦! 你是的總來的嘛! 那結果啦! 對網民呢 發起這個報復感到心傷地說喔! 網民就真的感到心傷啦! 之前周國強講的是什麽呢? 那個人都不想的! 結果呢! 啊! 他又在這裏 全民加價喔! 那個的士 就在這裏潤那些市民啦! 就說他們黑衣公上身 如果加兩三元影響生活質素 啊! 不如不要坐的士啦! 那麽厲害啊! 不坐你的士 好多東西坐啊! 可以坐巴士 坐車子 坐地鐵 就是我又不明白的! 為什麽一定要坐的士呢? 其實我又真是很少坐的士的喔! 你什麽人坐的士多呢? 以前我知道的就是 會計那行坐的士多啦! 有得Claim啦! 還有那些公司佬呢! 就坐的士多啦! 放Expense嘛! 交通費啦! 快捷啦! 你等巴士的話呢! 雖然巴士班次就是密的! 在香港來講! 但是省得就省了嘛! 省到成半個小時! 所以如果做生意那些啊! 見客那些呢! 很多時候寧願坐的士啊! 他們是這樣算的! 那時至今日就不知啦! 因爲現在紅的的樂期價 就由27元加到29元 那他又指出啦! 即使加了兩三元啊! 仍然是便宜過Uber少少的 那個起標價 他又豪然! 如果坐的士多給那兩三元的時候 都影響到生活質素 你就不如不好搭那說! 那接著他又計給你喔! 他說的士那個保險費用大增! 喔! 因爲太加保險了嘛! 那班這樣的的士都不生性啦! 自己在這裏聯同那些律師啊! 製造意外啊! 那家泰家保險給他們困了多少啊! 賠錢啊! 賠到他貨產那麽多啊! 於是乎便直接敗退啦! 結果啦! 不做的時候呢! 周國強這樣說的! 現在每兩的士每天的保費呢! 要成$83至$85元! 我計你$83啦! 如果駕足30天車啦! 就是$3900元! 那都不太貴啦! $3900元! 喔! 只是保費! 啊! 這樣又多貴! 只是保費啊! 我以爲算上有錢的! 因爲如果只是保費的時候 一年去了$4萬多的啦! 那個保費差不多啦! 你交通工具那些保費是要這個價的! 好正常好合理喔! 欸! 不過隨便啦! 行行都是這樣的啦! 每一行都慎自己呢! 成本高漲! 於是乎就... 想收多幾個錢! 我個都是這樣的啦! 到時小巴又說加! 巴士又說加! 茶又加! 鹽又加! 蠔又將! 那樣是什麼都加! 面對市民啊! 在那裏群起舉報這個的士呢! 周國強表示傷心! 又對有關的網民呼籲了喔! 說報復舉報的士司機違規呢! 這種報復式的行為對大家都不好! 對你的司機不好而已嘛! 關市民什麼事呢? 他舉報你他是盡一個公民的責任! 是不是這樣說啊? 至於他說這些是報復式行為! 不是報復式的! 純粹突然之間呢! 最近啊! 你不見什麼? 可生! 這個... 你不要叫他生啊! 隨便說! 可白、可太事件! 大家都意粉填膩的! 突然之間不知做什麼正義回郎上身! 還要丟多個大陸婆幾腳! 最近才說而已嘛! 就說其實何太呢! 真是陰功啊! 給這個可白兇手套白郎啊! 首先呢! 就用那些龍鳳鴉各樣利友先! 入了局啦! 然後啊! 就騙一個終身服務的package! 四百五十萬呢! 就被個小女兒轉走了! 哇! 心腸多麼歹毒啊! 然後呢! 就騙湯水喝! 騙公屋主! 騙個千羽BB的服侍他一輩子! 這些叫做 江棍與雀母皮柴啊! Anyway! 說回周國強先啦! 啊! 其實市民不是報復行為的! 純粹想進公民責任! 你那些的士那些呢! 其實都神真鬼厭的啦! 常常在這裡圍拍! 又找了那些八十幾歲的那些司機 啊!網顧!乘客安全啊! 你都給個年齡上限來入行啊! 說入行就入行的! 他駕駛S型的啊!大佬! 切線的時候又可能蒙豬眼! 啊!看不到倒後鏡! 那你怎麼搞啊! 我就算相信他的技術 我都不相信他對老花眼啦! 那!英國這頭怎麼做呢? 你七十歲以上那些呢! 他不是不讓你駕駛! 但是你一定要過到那個身體檢查! 你的士行業有沒有做這些東西啊! 又是度縮的咯! 沽航! 就是想著不要再增加成本啦! 然後呢! 什麼人都可以入行的! 周國強表示啊! 未清楚有關的放蛇行動呢! 到底是不是業界自發的? 但是作為商會就不贊成相關行為的嘛! 所以希望呢! 市民也好! 車主也好! 司機也好! 都要黑底! 要交給執法部門處理! 那現在啊! 人家那個業界又好啦! 就是的士那班人仔! 就是說你執法部門不做事啊! 阿餅強那些誘法不執啊! 大食懶啊! 收完人錢啊! 都不出奇的! 你看到這時正式錄用的警察嘛! 肥頭得意! 在那個真智慧的又有! 就是那個咯! 為什麼你做警察啊! 一生的志願啊! 那樣子! DXC英文不合格啊! 啊! 做警察人工高啊! 福利好啊! 又不怕炒啊! 啊! 那隻這樣的卡拉蘇啊! 那將來就是一隻又一隻 這些這樣的幾野警校畢業 不做無間道浪費啊! 肯定沒有位置兩那些呢! 那麼出淚拔水先啊! 是不是啊! 人人都認得他啊! 哇! 那隻這樣的東西你真是害怕的啊! 放在英國政府那些部門各樣那裏呢! 你完全是蛇仔鳴來的啊! 不知道那隻東西進來的啊! 周國強表示啊! 這裏啦! 他在這裏啟落警方! 警方去年呢! 就只有33宗的檢舉個案! 他明白到就是業界對警方那個檢控的數字呢! 是有所期望的! 結果啦! 啊! 大食冷咖啡貓未能做到的時候呢! 所以業界才有此一著! 他強調網約平台本身呢! 不是違法! 但是! 如果用無許可證的車輛取囚載客就是違法! 大家聽到啦! 你搭Uber呢! 就不違法的! 我建議如果你想搭的士的呢! 由今時今日起! 就麻煩啊! 真是幫一下那些Uber司機現在他們約制啦! 個個都搭Uber! 啊! 如果你真是想的! 搭Uber! 不要搭這個的士! 不要給他錢賺! 又兜路又盛! 我屎那班人仔他! 還未跟你算啊! 業界裏面出了個的士徒夫鄭國泉! 這些這樣的敗類! 撞斷人家的雙腳! 我都未跟你算啊! 真是! 至於講到保險方面的問題啦! 他說那些Uber車呢! 就沒有保險各樣啊! 人家親車親過你啊! 車子自己的! 他怕撞更怕過你! 更何況啦! 啊! 最重要的是 他不會百二十多歲走去入行先啦! 是不是? 市民都搭得安心一點啦! Uber司機肯定不想自己的車撞的! 不用賺錢啦! 你的士那些就真是害怕啊! 你車主租的車給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黃忠啊! 廉舖啊! 嚴硬什麼都好啦! 那些幾十歲那些啦! 老實講不要說你拒載啊! 市民都拒上啊! 就是見到哇! 白髮老翁啊! 哎! 不是啦! 我截過另一架! 尤其是亡靈的士啊! 咦!銅鑼灣那單就是啦! 可以見到整架拖車一夜踩過去的 直插車底 車上無人生還! 嘩! 那件事真是精彩啊! 同時啦! 迪總說的東西 啊! which沒有可能做到啦! 他就說啦! 期望的士車隊 排照可以儘速上馬 等的士的服務質素可以提升改善形象 就是去train那班司機啦! 到時 市民對的士服務那個滿意度會提升 就減少對網約私家車的需要 那事件就可以終結 他即是說要規管啦! 你有多少信心這些規管會達成呢? 隨時那些中港澳車牌來的而已 那些叫粵港車牌 是啊! 駕開左軚的叫去紐遊軚 算吧啦! 一句說完了! 其實很簡單的而已 免得折也折不了啊! 一吐氣啊! 我按過鍵Uber 跟著叫車走都不知多爽 是不是這麼說啊? 就是這樣啦! 好! 今天講到這裡!